10月9日下午,校长邱永前往教务处、语言教学中心、写作与沟通中心、第四教室楼围绕教育教学改革、学风建设、教室改造等情况进行调研。副校长彭刚参与调研。 在调研座谈会上,邱永充分肯定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成果,并表示,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清华要始终走在改革的前列,持续推进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 教务处处长李俊峰围绕招生工作、大类培养与管理推进情况、双一流本科专业申报的组织工作、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教学档案带构成要素与评审办法、以及近期要推动的重点、难点工作等做具体汇报。 在座谈会前,邱永一行前往调研了语言教学中心、写作与沟通中心、第四教室楼。 语言教学中心主任吴运新介绍了语言教学中心自成立以来各项工作的进展。 语言中心教授何福胜分享了自己的教学经验。 语言中心教师吴伟、张英、何鸿梅、郭真等分别就本科生、研究生英语教学、二外课程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的情况。 在调研写作与沟通中心时,教务处副处长苏鹏介绍了写作中心的基本情况。 邱永参观了改造后的第四教室楼。 注册中心主任尹家介绍了四教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公共教室、电教桌椅设施、研讨室和开放式学习区等情况。